歡迎回到現場 那麼今天的單元 我們特別再度邀請到泰宮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我們看到在2022年 俄羅斯攻打烏克蘭 變成全世界的焦點 那麼過去呢 大家認為戰爭是不可能 那現在呢 戰爭就在大家的眼前 而現在看起來 烏克蘭的部隊 在赫爾松又攻下了 400公里的土地 那大概可以看出來 現在烏克蘭正在反攻 而俄羅斯在現在的 在頹市中 普丁謊話要祭出核武 那麼讓整個地元政治 他的矛盾跟衝突繼續升高 克蘭在參加台灣的投資論壇當中 透過視訊 他也提到地元政治 是台灣最大的挑戰 在過去三年當中 大家看到在經濟學人雜誌 每一年都拿台灣當後面 而且他一定會寫下一條 叫地表上最危險的地方 泰宮最近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特別提到他如果兩岸 十年之內沒有戰爭開打的可能 我想他從地元政治當中特別提到 像過去渡海的作戰 諾曼地登陸 從英吉利海峽到華國 大概要動用了300多萬的軍隊 來隔海登陸 成功力大概只有這一次 但是台海將來 如果中國能夠動用的軍力 大概30到40萬 很容易在海上就被殲滅了 那我相信這個中國的攻台 有一定的難度 再加上中國經濟開始陷入 這個低度成長 或甚至衰退的一個窘境 也包括泡沫經濟可能吹破 我想今天在關鍵時刻 我們再度要請到泰宮來針對 現在大家關鍵的話題 我們要從戰爭的角度切入 泰宮好 社長好 各位觀眾好 好 我們又先從戰爭的角度 泰宮最近在講說 中共十年換台機率很小 你如果他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我記得我好多年以前問你 我說如果現在 這個中國的兵力跟日本 像以前北洋艦隊這樣打一回合 我說你到底誰會贏 你說日本會贏 現在經過這這麼多年之後 我們回來看台海 台海最近當然情勢緊張 但是在緊張的背後 其實台灣也沒有不到那種 不堪一擊的地步 好 泰宮把這個裡面你的觀點 再跟大家來說明一下好不好 當初這個日美安保條約裡面 對 他只說有關倒影 對 就是政策模糊 就跟當初台灣關係法以外 對 他說兩岸之間 美國關係的就是要用和平解決 對 就比較政策上模糊 對 那現在因為中共文攻武後 對 特別武後的越來越厲害 所以逼得日本跟美國都要表明戰略清晰的情況 所以日本也表態了 對 美國也表態 實際上就是日美安保條約裡面包括台灣在內的 對 所以換言之台灣有事日美一定會有動作 對 所以安倍講台灣有事日本就是日本有事 對 現在當然他的準備力量很強 但是你割了台灣海峽 對 結果難度非常高 一旦發生軍力衝突 大家攻打台灣 全球的這個經濟制裁 也非常力量大 對 我相信中共也承受不了的 那換言之他軍力也不夠 那麼這個經濟力量也會受到影響 另外你沒有正當理由嘛 對 所以國際間一定譴責 特別是目前他的經濟情況變不好 對 他內部這個經濟成長率低緩 對 他的金融情況也非常危機 是 國內的財政情況也非常危機 所以基本上他國內的這個金融財政情況 是受不了這個打仗 所以換言之他在經濟方面 他也沒有力量來重新戰爭 這當中現在大家比較關注的就是說 理論上中國現在所面臨的問題 剛剛泰公你提到了 中共現在正陷入 極低速成長的狀況 他第一季4.8 第二季0.4 這當中我特別要請到泰公就是說 90年代你當黨管會主委 是 那個時候台灣其實很多房地產的大亨 借很多錢 最後他們都倒了 倒了都找你 最兼美 後來什麼羅傑建設 還有一大堆國洋 這個洪湖 那個時候倒了一大堆房地產公司 那台灣的房地產公司在那個時代 借錢超過上百億已經算不得了了 中國這次負債累累 大概像類似恆大就上兆了 都好幾兆人民幣 你看碧桂園這個融創都上兆了 現在世貿那個都倒了 所以我們如果回來看中國在這個回合裡面 你用90年代台灣的企業發生破產倒閉的危機 那個時候都是你在處理 你用當時的這個狀況回來看中國現在所面臨 這個好像情境很相近 所以基本上當初台灣發生問題 是因為亞洲金融風暴引起的 對 所以是外在的因素 對 那我們本身的情況都很好 對 那跟現在一樣 我們國內現在也是外匯充足 對 我們有大量的超額出息 對 那這種情況 換言之一打仗要動搖台灣的經濟是不可能的 對 因為我們有足夠的外匯存量 對 民間的出息也是太大 我們現在有幾乎40兆的超額出息 對 所以我們基本上財政金融都非常定 非常好 所以我們受到經濟的影響不會太大 反過來中共黨籍的影響就非常大 對 他能不能承受我就非常懷疑 所以蔡公你預測來看就是說 好現在很多人都在看中國的20大 理論上來講 現在中國所面臨的經濟的調整其實非常大 理論上來講 現在習近平應該把重心放在解決內部的問題 但是經常泡口向外 經常在外面不斷的恫嚇 對 所以這個恫嚇就是說 本來中國在國際上是一個很友善的民主或國家 大家也對中國人很好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外面經常霸凌台灣以後 他變成一個惡霸的寫照 所以你看歐洲幾乎都跟他翻臉了 歐洲更不用講 所以這個就是說 一個國家在面對經濟上重大衝擊的時候 理論上應該回頭整頓內政才對 但是他把內政轉化為對外的仇視 這個好像方向都不對 方向不對 他只是要民眾把注意力放在外面 實際上大陸問題非常多 對 比如說大陸有六億人口是赤貧 對 所以他有扶貧計畫 對 扶貧計畫需要多少資源 對 他沒有給資源 對 所以李寇強就很多意見 對 因為李寇強負責經濟的 對 那你把資源都拿去武器方面 對 戰爭方面 你在國防支出跟維穩 對 這兩辦法最多 那這個方式對 長期對中國是非常不利的 包括國內的穩定 經濟穩定 對 社會穩定 這個都不是很好的現象 現在大家都在看就是說 這個習近平在二十大順利連任之後 會不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轉變 蔡光怎麼看 現在就是這樣 這個 中共內部的確很多問題 對 所以他老是為了轉移焦點 他就隨便找一個理由 就對台灣兵功武後 對 所以我常常跟中共的高層提起 說你要解決兩岸的問題 是要用頭腦 對 不是用你的手 用拳頭 拳頭這樣 那他們這個習慣性的鬥爭 這樣的一個 從年輕的時候的教育開始到現在 所以永遠轉不過來 對 轉不過來不是我們的問題 會知道他中共內部的問題 並且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對 所以你看你跟林毅夫先生很熟 我最近也讀到 他在寫人生70歲的生日的感言 所以他說他游泳偷渡到大陸以後 開始人生充滿了對中國的成長的期待 而且他經歷了一個大的時代 現在其實我看他對中國經濟是最樂觀的 他每一年講說中國會每年成長8% 然後到2030年中國變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他過去是對中國經濟最樂觀的經濟學家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情況就是說 現在很多人講說2035或2030 中國會變世界最大經濟體 我說中國從來沒有經濟回檔過 都調整過 這個回來可能壓力會非常沉重 太高的看法了 林毅夫他現在可以說沒有自由發言的 沒有自由發言的空間 對的權力跟地位 所以他非常謹慎 對 他只能這樣講 他沒有辦法 對 我記得我曾經訪問他好幾次 對 我就問他 這個大陸表面上大量的貿易粗糙 對 照道理會抄我貨幣供給 對 怎麼國內的金融那麼緊俏 對 你要提款也提不到 你要匯款也匯不出來 不是矛盾嗎 對 他就很緊張 對 他一直 他上面不能講 換言之就是他被監視了 對 所以他不能自由講話 對 所以他講的話並不是他真正想要講 是 以一個經濟學家來講 不應該講這種話 是 太高講到這個其實就是說 你看中國的外匯儲備 2014年是3.98兆 差一點點就4兆美元 那經過這個8年 現在 2022 現在最新的數字是3.0354兆 換句話說 中國每一年的這個外貿順差 大約都在6千到7千億美元之中 所以如果轉換成經常這樣的順差 理論上 6年應該會增 5年會增加3兆美元以上 沒錯 所以理論上現在應該 如果8年 8年如果按照6千應該長5兆左右了 那5兆再加4兆說9兆 但是你怎麼會剩3兆呢 看起來中間那個6兆美元的錢 好像就跑掉了 所以這個應該是大量流失 第一個跑掉的權貴子弟 還有包括公營企業 對 你剛剛也提到了 錢都往外跑 對 往美國 往歐洲跑 所以表面上它有大量的 這個就是林立福沒有辦法跟他解釋的 所以你大量的貿易粗糙 剛剛您講的 外匯存體會越來越多 反而越來越少 對 那這裡關鍵就是很簡單 你會出去嘛 對 你現在老百姓要匯款非常困難 對 權貴子弟很容易 對 所以大陸這種強貴的政治是非常危險 對 他沒有任何的稽查制度 沒有 現在有兩樣是特別請教太公 一個當然就是說 美國現在對高科技的敏感的制裁 現在 在過去川普的時代 他大概把一些像華為 中芯 列入實體清單 現在美國講 他現在晶片法案出來說 告訴你 你接受美國國家補貼的 十年之內不能到中國投資 同時28奈米以下 不得賣到中國 那這個時候 他已經是兼幣清約 以前是針對個別公司控管 現在叫全面性了 所以這個晶片戰爭實力下去 未來會呈現什麼變化 這個晶片戰爭 當然對中國是非常不利的 是 你現在你的技術大概落後台灣總有二三十年 那我就常常講 這個歐國人飛彈打烏克蘭 為什麼老是打不準 因為他那個晶片落後 對 導彈系統落後 對 那美國已經 那個斬首行動 對 已經 我已經講過好幾次 他要 攔你臭手在一起 對 他要攔你臭手 就不會打到你臭手 非常精準 對 上述那個蘇雷曼尼 伊朗那個將軍 對啊 坐飛機 對啊 走出機場 馬上被無人機炸死了 盯得時時 變得很準 對 那就是晶片的力量 對 那現在晶片的力量 台灣最先進了 對 所以他敢打台灣嗎 對 他如果打台灣 他自己也玩了 對 好 這當中現在還有一個 美國還要進行另外一件事 叫供應鏈移轉 也就是說 在90年代 太光理那個時代 大量的 全世界的企業 包括進到中國 他一年的FDI 直接投資都上千億美元 這三十年之後 現在美國可能在進行一件事 他在默默移轉供應鏈 所以 現在開始 其實他一方面 號召過去進中國的 這個投資的製造業 開始大量離開中國 同時 也在 招呼大家 開始向新南向國家 你看到東協十國 現在有六億人 再加上印度的十億人 十四億人 這個二十億呢 現在看起來 他準備在那邊 看起來是有替代中國的這樣的一個 沒有什麼 這種氣勢大概出來 所以這個態勢演變下去 會有什麼變化 很明顯的 大量的外資會 對 移轉出來 對 那 本來要利用他的廉價勞工 對 還有優惠的待遇 他現在優惠的 過去優惠就批地嘛 對 地差不多都批完了 批完了 所以現在地方政府為什麼財政困難 過去完全靠批地嘛 對 那慢慢地大陸的工資也上漲 對 所以相對來講 90年300到350 現在是5000到7000的人民幣 對 所以相對的東南亞便宜 對 那台灣也是一樣啊 過去就是把勞動密集性的產業移到大陸去 移到大陸 對 然後在大陸加工以後 就轉銷到美國 以前我們直接銷美國 對 現在是間接銷美國 對 所以有人說 我們依賴大陸貿易那麼大 跟他站著我們非常危險 我說一點都不危險 一點都不危險 因為他依靠台灣 你如果把台灣的產品你限制進口 對 他自己的出國也沒有 對 並且他的就業也沒有 對 所以這個是產業之間的7億相關聯 是非常大的 所以這一點 換成表示大陸本身的產業升級是很慢 有限 太公立講到這個 其實馬英九總統最喜歡講這個 他說兩岸關係不好 台灣經濟一定不會好 我說相反 兩岸關係好的時候 台灣經濟從來沒有好過 現在兩岸關係不好 其實我們經濟還是很好啊 對啊 這當中有什麼差別呢 我一直在看這個 第一個台灣跟日本啊 我看40年來我讀大學的時候 我們那一年跟日本的貿易逆差 235 對啊 現在278 他不但沒有縮小還增加 為什麼台灣向日本採過很多重要的 關鍵零組件 設備對不對 然後呢 台灣現在經過加工製造 我們現在中間原材料又賣到中國 那你看到包括半導體跟資物通訊產品 台灣其實大量都賣到中國 所以你看過去我們跟大陸的貿易順差 從700800 去年多少呢 1047億 今年一到七月大概602.8億美元 所以這個你看今年一定會超過去年 在這種情況之下你會發現 兩岸關係再怎麼不好 其實他都沒有減少 現在會被中國禁掉是什麼 水果啦什麼 這個 對啊 他只敢 水產 他禁台灣的原材料 他自己生產就停頓了 對 他的外銷也停頓了 在講那個Eco話 就是說其實 這一些只要中國依賴台灣了 他大概都沒辦法 沒有辦法 這個結果大概是這樣 我就用產業區域依存關係 對 非常越來越密切 全球也是越來越密切 所以換一支 全面性的戰爭是起不來的 起不來 起來以後全面性毀滅嘛 對 好 這當中特別請到台灣 我們來看台灣現在的問題 楊金龍總裁最近講 講了一個什麼外衛管制被大家盯死了 那其實 後來他改口了 但是現在看起來我們有幾個狀況 今年一方面美元狂漲 台幣大幅貶值 現在大家也注意到 台灣現在今年到目前為止 我們升息兩碼 兩碼大概很少 美國升12碼 12碼這一升 你就發現我們現在兩年期的足利率 大概1.1 美國現在已經到4.1 這個相差最早3% 好 美國在升級的情況之下 受險今年很慘烈 我看到第三季狀況還是不會好 所以這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所面臨的 整個金融情勢 一方面是聯準會繼續保持鷹派 這個鷹派升級以後 美元持續大漲 所以現在有人預測 美元會漲到2023年 如果這一來的話 大概對台灣 也會產生很大的壓力 那泰國會講到 我們現在超過儲蓄 超過40兆 這個就錢太多沒地方花 我們面對這樣的一個情勢 你的看法應該我們怎麼願意 第一 台灣的金融非常穩定 我們也不需要隨美國起舞 當然適度的調整是可以的 因為台幣所謂貶值是 對的美金貶值 對其他後幣我們沒有貶值 甚至還升值 所以換言之 我們的整個金融情況是非常穩定 對 我們稍微提高一點利息是可以 不需要隨著美國這樣提高 對 因為我們錢已經過多了 錢過多了 幹嘛又要收收錢 對 不需要嘛 那美國是因為資金太僅效了 對 他只好把在國外投資的錢 拉回去 拉回去唯一方法就是利息提高 提高以後這些到國外的資金 他就會自然流回美國 以太公現在在1997年 亞洲金融風暴的經驗 美元一旦走高的時候 其實很多國家都很慘烈 像今年我就看到韓國看起來很麻煩 韓國外存力沒有那麼高 然後呢他現在跟中國很多產業是競爭的 所以韓元這次貶值的幅度跟力道都非常強 那我們現在看到 如果以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現象 97年有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說 1994年朱鎔基匯改 所以他把那個人民幣跟外匯界兩個變軌 變成人民幣 人民幣突然跳到8.77 這個巨幅的貶值啊 人民幣那個是黑市到10號13塊 所以那個錢原來李總統時代希望大家攔進嘛 但是呢那個朱鎔基匯改以外呢 全部那個錢變西進 所以那個東南亞國家就整個倒下去了 那但是這一次我認為情況開始改變了 也就是說現在危險好像在中國這邊 但是東南亞國家現在資金易住 一方面他匯率扁不多 第二個呢股市逆市上漲 所以這個結構如果以太公 按照90年代你的經驗來講 這一輪美元升值 然後呢壓迫亞洲貨幣的貶值 會對亞洲帶來什麼影響 上次是引起亞洲金融風暴嘛 那是非常嚴重的 對 亞洲過國的那個貨幣貶值會嚇死人了 對 都不是貶幾趴50趴 對 那就是10倍20倍在貶嘛 對 那這一次是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第一點 那過去當然 那因為亞洲過國 金融資源的時候是絕對有問題的 對 它實際上保持強勢的貨幣 它沒有那個本錢啊 對 那強勢的貨幣的結果 使得這個 像索羅斯之流就可以趁機嘛 對 就造成你大幅度的貶值 它重重起的利益 對 那這種經驗現在不會再 我想不會再發生 對 所以像亞洲金融風暴那個時候的情況 我想不會再發 好現在剛剛我講到那個像很多受選公司啊 它買了很多海外的債券 債券現在值第一刀那麼高 很多受選公司現在都很慘烈啊 這個蔡公文有什麼看法 這個就是 我 就 痛心之所在了 對 那個時候 顧慮最多 金管會主委 他寫法律的 對 他 防幣最重要 對 至於心理 他不懂 對 他不曉得金融啊 對 所以他 寫法律的就要防幣 我不出事就好了 對 但是這個資金 像那個洪水啊 一直一直一直在 他就擁到海外去了 遲早會爆 對 那沒有辦法沒有出路啊 他往海外啊 對 往海外那裡 往海外的這個 鋪路的風險就大 最重要當然是匯利風險 對 很多西美買俄羅斯的公債 對 利息很高 表面說也很好 對 所以俄羅斯他政府控制匯利 所以匯利也很穩定 對 這個都假像 就好像以前東南亞一樣 對 那個亞洲金融風暴一樣 這政府在控制匯利 一旦你控制不住 就像現在俄羅斯 就崩潰了 對 崩潰 你那個 你原來以為8%的利息很好 你匯利的損失多大 對 就造成現在我們 對 這個也是我們超額除息太多 沒有出入的關係 對 以太光的經驗來講 台灣在這一輪的這個 美元升息 美國美元升值 匯利 這個現在債券 殖利拉高的情況之下 台灣這次能夠安度危機嗎 台灣的情況 我說只要政府適當的處理 也沒有問題 對 台灣因為基本面很好 台灣有充足的外匯準備 對 我們要 換言之 我們要對抗我們的子彈 是絕對過的 對 只要政府不犯錯 台灣應該可以安穩的度過 這次的危機 好 我想太光今天給大家帶來一個很好的 這個面對危機的這種現身說法 外匯存體現在台灣 連出5449億 現在5411億 大家可以稍微想像一下 2300萬人的國度 我們現在保有的外匯 在全世界還是名列前茅 我想 除了日本以外 中國以外 我相信台灣在這當中 我們有非常大的 相對抵抗力 面對這一次金融危機 今天非常感謝太光給大家帶來 醍醐灌頂的觀點 謝謝 謝謝 我們等一下會來請江文聖告訴他 下禮拜的投資策略